哈喽大家好,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 我们就继续与大家分享上届中五周年版的新增支线故事 而具体这其中的两段支线也都是与这座我们熟悉的东宝魔法学院有关 首先是,最近我们抓根宝在到学院图书馆借书的时候 听到这里的馆长说起了几个月前学院来的一位研究法杖的访问学者 在这里插了一些资料,然后借走了两本书之后就匆忙离开了 至今还没有回来 然后通过整理之前那位学者查阅的书籍 他也发现其中都是与召唤魔祖有关的研究资料 再者就是据学院的同事说 他们之前看到那位学者离开的时候 是朝学院对面的天空圣堂古墓那里去了 因此如果我们对此事感兴趣,则可以去调查一下 那这样也就很明显了 接着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天空圣堂诺德古墓那里看一下 那位法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具体去天空圣堂古墓的路也很好走 我们可以从魔法学院的入库这里走这边直接绕下去 然后经过这片伏兵 我们就能够来到天空圣堂所在的这座岛屿 那接着在沿海边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永远就能看到前面那里的悬崖上就有一个骷髅地人 而这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练练自己的剑法 然后接着我们也很容易就能够发现这边向上的通道 那这里依然还是会有一些简单的骷髅地人 在解决掉他们之后 在这边的祭坛上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到对面那里的墓室看一下 在到了这里之后我们在左侧就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一位已经死去的法师海恩·瑞尔 然后在这里的桌子上 我们还能发现这样一件新增的术师之印项链 这把月亮手杖、太阳手杖以及这本海恩·瑞尔的日志 接着我们阅读这本日志 也就开启了这个名为混沌手杖的新增支线任务 那这样通过这本日志 我们就知道了这旁边已经死去的海恩·瑞尔 其实也就是前面我们听说的那位在登堡母法学院的访问学者 而进一步通过他的这本日志 我们也知道了 原本特使和他的师父艾兰尼一起致力于复原 由著名的混沌法杖碎片做成的这两件混沌手杖 而这里有意思的是具体这本日志当中的内容 其实也可以算是续写了 当年老滚一的主线故事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剧本当中 老滚一的主角在用重铸的混沌法杖 祭拜了皇帝的玉田法师贾加萨恩 并把皇帝塞布丁七世解救出来之后 就把混沌法杖说为己有 而至于后来这把既可以打开另一个位面 又能释放出强大破坏能量的神器 究竟去了哪里 之前一直也是一个谜 通过这本海恩·瑞尔的日志 我们也就知道了当年混沌法杖 最终还是被初代的主角破坏 但后来这把法杖的碎片 又是被他的铸造者 洛瑞斯加苏的后人收集起来 锻造了据说可以吸收月亮和太阳能量的 月亮手杖和太阳手杖 同称为混沌手杖 但后来洛瑞斯加苏的后人也发现 这两把法杖 似乎是会让使用者陷入疯狂 所以最终他们又是把这两件法杖拆解 让其失去了原本的功能 而在此之后我们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两件成为废品的法杖 又落到了海恩·瑞尔和他的师父 埃兰尼的手中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复原这两件法杖 另外我们也可以推断 在写这些日志之前 海恩·瑞尔的师父就已经出师未捷 圣仙死 而之后经过他的继续研究 他发现原本他师父的这件 术师之印项链 也是属于洛瑞斯家族 而这件神器就是因为少了中间的那个印记之石 让他失去了原本的传送功能 然后他再联系到原本的混沌法杖也是有传送功能 所以当时他就直接断定 这两把法杖上缺失的 也是原本在混沌法杖上的印记之石 这样之后他就顺着这条线索 来到了东宝魔法学院的图书馆 而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 他又进一步了解到 这三件神器上的印记之石 在当年被拆解之后 又传回到了湮灭领域 现在是由三位魔人负责守卫 而召唤那三位魔人的地点 也就是在天空圣堂遗迹附近的一座魔族祭坛那里 然而当时应该是在到了这里之后 他又发现召唤那些魔人必须的一件物品 君王细带 正好是他师父爱兰尼的遗物之一 但不晓得是在死之前 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戒指的功能 所以他就直接把那个戒指和他师父的遗体放在一起 交付给了东帝国贸易公司的一艘名为海中马的商船 让他们帮忙运送到他师父的故乡下葬 而在得知了这条线索之后 当时海恩瑞尔就急忙写信给海中马商船 希望可以在他起航前 把他师父的棺材留下来 但通过这本日志最后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海恩瑞尔的信使应该是没有赶上那艘商船 并且他自己也因为之前过度爆肝研究混沌手杖 而变得非常虚弱 因此根据这里最后的描述 我们可以推测 海恩瑞尔最后应该就是被这里苏醒的骷髅杀死的 这样的话经过这一番调查 如果我们也想要复原这两件混沌手杖 那显然我们就应该去找那艘名为海中马的商船 那既然是东帝国贸易公司的商船 我们自然就可以去他们在封多城港口的总部那里 问一下那艘商船现在到哪里了 那当然在去之前 那既然我们已经来了 那我们也就顺手到旁边的这间墓室 看看里面的情况 那这样在前面的这个棺材当中 一般会乍世出现一个级别比较高的市贵敌人 然后就是这里还有一个大宝箱 以及两瓶药水和一本可以增加我们幻术经验值的书籍 这样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到封多城的码头继续我们的调查 然后在我们到了这里之后应该也是因为没有单独的配音 所以相应的任务指示就直接给到了这边桌子上的一张纸条 然后阅读这张名为海中马损失的纸条 我们也就知道了海中马号最终也没能离开天际 原因是当时他们为了躲避海盗而没有走常规的航线 但不幸的是他们反而又是在那条航线上遭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海上风暴 最终海中马号在严重受损后就沉在了朝圣者海沟这里 而在最后这位姓名的船长也给想去打捞货物的公司同事 在这里留下了一瓶水下呼吸药剂 以及一些可以防止食人鱼的火焰斗篷卷轴 那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拿上这些免费的补给 去朝圣者海宫那里试一试了 具体关于朝圣者海沟这个比较隐蔽的地点 可能很多人之前也知道 那这里应该是天机省周围最深的一片海域 在之前的这期钓鱼攻略流程当中 UP也展示过 而对于现在的这段直线 因为也是有具体的任务地点标注 所以也就很好找了 可以看到在这个棺材当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件君王细带戒指 这张艾兰尼的遗言以及这本非常应景的最后一刻 然后在这里如果我们想要摸鱼的话 就可以喝下之前我们拿到的这瓶潜水药 那这样只要我们稍微往前探索一下 就可以在这里的其他沉船附近直接抓到比较稀有的基地鲑鱼 然后我们继续潜入海底 就能够在这里找到非常稀有的深海岸康鱼 那这样最后我们就赶紧从这里往上游 当然这段漫长的过程 对于有深海恐惧症的小伙伴来说可能会非常痛苦 这样在终于游上来之后 为了理解这段之前的剧情 我们就看一看刚才我们搜到的这张艾兰尼大师的遗言 但怎么说 个人感觉这张遗言写的也非常难以理解 因为很奇怪 艾兰尼的这封遗言似乎是他生前托其他人 在他死后放在他的棺材里的 然后目的就是等后续他的徒弟海恩瑞尔来挖坟 这里面阿普理解的大体意思 一方面是艾兰尼提醒海恩瑞尔后续关于混沌手段的研究 充满了其他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他又鼓励海恩瑞尔要不畏生死 继续他的研究 例如在最后艾兰尼是这样写的 但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一位聪明人 因为对我来说死亡是另一种冒险 是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探索 同样的道理 对你的人生应该也是如此 当然从玩法角度讲 这里也算是开发者巧妙的提醒我们玩家 后面的流程的难度会非常高 也确实 接下来我们再去这座召唤祭坛的路上 首先在这里我们就会遭遇到 伤害非常高的一头极地剑齿虎和一头雪地熊 然后再来到这里的祭坛之后 我们也不用装备之前拿到的戒指 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把所谓应激知识的魔人召唤出来 而接下来的这段战斗相对来说确实也是非常难的 重要的前提就是需要我们有较高的魔法抗讯 可以看到第一位出来的魔人就是一位可以使用多种高级寒冰魔法的法师 而其中最难让我们应对的可能就是寒冰魔法的减速效果 这里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拿到的这把推倒法杖 然后配合我们的无情之力龙吼来控制这种法师敌人 接着第二位魔人则主要使用的是闪电魔法 但因为我们的推倒法杖本身就是有40点的魔法伤害护盾 所以普通的闪电魔法对我们并没有什么伤害 那这里我们一定要主意躲开或者是打断这位敌人会释放的一个伤害非常高的闪电魔法卷轴 然后只要我们一近身 这位敌人基本也就没有什么完手之力了 接着最后一名敌人则是一位更加困难的正甲魔人大军 不仅会使用火眼魔法而且还有很高的近战伤害 因此也需要我们在近战当中密切关注我们的血量 这样在我们击杀掉这三位印记之石的守卫者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收回这三颗印记之石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常见的锻造熔炉当中复原我们之前搜到的这件术式之印项链 但是对于这里的月亮守占和太阳守占则比较麻烦 是需要我们使用法杖强化台才能复原 如果在原版当中这就需要我们到索色姆岛 然后去找这位尼洛斯 在完成相应的任务之后 我们才能使用这种法杖强化台 但在这个猪年版当中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索色姆岛了 当然前提也是需要我们先完成一个与新增房产相关的小任务 而这个任务同时也是与魔法学院有关 因为之前我们也听学院的同事提起过 之前在第三纪元末期 学院当中曾有两位非常激进的高材生 因为不满学院保守的修炼方式而选择了辍学 据说他们之后是在莫萨尔城附近的沼泽当中 新建了一座堡垒 但也不知什么原因 现在那里似乎已经荒废了 因此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调查一下情况了 当然因为这座塔楼在之前的钓鱼模式的解说当中 离其中一个任务点也是非常近的 所以在UP的这个存档当中 这里早已经被发现 然后在我们直接传通到这里之后 就可以发现打开这座塔楼也是需要钥匙的 而接下来其实就是一段比较有意思的解谜 那当然这里一般固定士会刷出来一只查鲁斯来骚扰我们 然后远处可能还会有两位强盗法师刷出来 这样在处理掉这些敌人之后 我们在这个树桩的旁边就可以发现这位叫汉斯的NPC 然后我们在他身上就可以搜到一本火焰法术书 以及他的一本笔记 而因为之前UP已经来过这里 所以他的笔记已经在我们的背包里了 另外还有在这旁边我们也能够搜到这张森德纳尔的塔楼笔记 然后通过这张笔记 我们就可以看出森德纳尔之前已经开始试图打开这座神秘的塔楼 但是最终没有成功 当然在这里他也发现了 这座塔楼入国出的地标 就是一个马格诺斯之眼的符号 而这个其实就是为我们接下来的启迷提供了一条线索 然后接着我们阅读汉斯的笔记 我们就知道了之前森德纳尔到时也没有研究出该如何破解这座塔楼的大门 而这位汉斯则是森德纳尔的朋友 他是在整理森德纳尔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这座塔楼的地图 然后再联系森德纳尔生前经常重复思考的一句谜语 眼睛在火焰中被点燃 头发就将指明方向 这样当时汉斯就想到了 破解这座塔楼大门的方法 应该是需要把门前的这个类似眼睛的石板点燃 但因为他也看不懂魔法书 所以他就想通过直接烧木头来破解这个机关 但最终他不仅没有成功 而且可能还招来了刚才的那只查鲁斯 让他中毒死在了这里 那这样通过阅读这些文本 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了该如何解开这个谜题了 那接着在这里我们用火蛇术点燃这个石板之后 就会出现这样一只幽灵野兔 然后这个头发在激活这个魔法新标之后 我们也就解开了这个谜题 这样在我们进来之后 这所类似魔法学院风格的房子 也就成为了我们的一处房产 那具体这里的设施也非常齐全 在一层这里基本都是一些生活设施 然后我们通过这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展览馆 那这里基本就类似于一个小型的龙翼博物馆 是有大量的陈设供我们放置各种武器护甲 然后接着这里也有炼金台 附魔台 野炼熔炉 以及我们上一段支线必须的法杖强化台 那接着我们在熔炉这里就可以修复这件术师之印项链 那在修复之后 它的属性是可以减少30%的召唤系魔法消耗 然后在法杖强化台这里 我们就可以修复这两件月亮手杖和太阳手杖 但是其中的太阳手杖的作用也比较一般 而月亮手杖的作用可能就比较有意思了 是可以直接让敌人溃逃或者是发狂 并且还没有等级限制 那最后就是关于这座塔楼的故事 在前面up已经提到了 这里曾经是由两位从魔法学院辍学的学生建造的 而具体关于他们的故事则是在一楼这里的桌子上 我们可以找到这本写作时间长达十年的阿诺拉的日志 而这里面其实就讲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小故事 就是原本阿诺拉和他的朋友天尔加是怀着一腔热血 离开了东宝魔法学院 誓言要在这里研究出更强大的魔法 为预言当中的战争做准备 但在花了五年多的时间建造了这座共他们研究的堡垒之后 阿诺拉的朋友天尔加就开始在这种安逸的环境当中 失去了往日的信念 那其中阿诺拉还保持着坚定的意志 并且还把他们的图书馆改造成了这样一个神奇收藏室 以此来提醒他们让他们记住 外面还有很多魔神器等待他们去收集 但他的这种做法对他们应该也没有造成多大的改变 而且后来他们收的一位学徒 甚至开始在这里放弃魔法研究 转而去研究如何烘烤出更加美味的面包 那这样最终 作为这个小型魔法工会的领袖 阿诺拉四季也一行阑珊 失去了最初的信念 而有意思的是 他这本日志的最后的日期 也正好就是辽滚寺的开局时间 也就是湮灭危机的来临 但当时阿诺拉并不是积极准备去投身到那场战争当中 而是祈求圣灵的保佑 那因此为什么在两百多年之后 到现在这座小型魔法工会已经荒废 也就很好理解了 而我们回头想一想 其实阿诺拉的这个故事也很现实 也就是大部分人都很容易在获得安逸的环境后 在安逸的人群当中 失去当初的热血与信念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人格有志 只是想要成就一番大志 可能的确需要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那来到此 今天这波《劳关5》周年版新增两段支线流程的解说 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整体上看 这两段支线依然是讲述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 那老问题依然是因为没有做单独的配音 所以大量依靠冗长的文本 所以我们自己玩的过程可能也会比较枯燥 那这样 未来更多周年版的新增支线 UP也将继续制作这种详细解说剧情故事的视频 与大家分享 因此还是喜欢这类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订阅或者是打赏支持 同时更多这个系列的视频 大家也可以去看UP的这个合集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